李佳琪六条狗是可以记账的 不仅可以记账 我可以告诉你 把这个六条狗记账 记成几个亿 十几个亿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第一个 这个狗可以记成几万 十几万 所以这里面就有个会计问题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三哥发财物 今天要开讲 讲什么呢 当然还是讲会计问题 有个同学问我 三哥 你认为会计是不能记录所有的事情 我说当然 只要是经济活动我都能记 他说三哥 我就问你个问题 他说你知道有个叫李佳琪了吗 Oh my god 真的我要拎早的 我说当然知道 网红大人 直播待会儿离开 你一播就是一两杯 非常牛逼 是吧 他说你知道吧 最近这个李佳琪啊 他花了十三万块钱 给他六条狗注册了商标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呢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记账 李佳琪六条狗是可以记账的 那么首先呢 我跟大家讲 要搞清楚 那么这六条狗是怎么来的 要搞清楚 大家说 那当然 不是我们说的狗肯定是买来的 那么这六条狗买来 是用什么钱买来的 这里面对会计来讲 就有很大的讲究 那么当然我们说 李佳琪这个六条狗买来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如果是自己花钱买的 然后呢把它养大了啊 然后呢就培训了啊 调教了 然后又注册商标了 这个时候呢 诶 注册商标了 这要把这些狗 装入到我们的公司里面 或者装到工作室里面 这价值就是非常 那么如果一开始就是公司买的啊 就是小狗的时候是公司 或者工作室花钱买的啊 然后注册商标呢 告诉大家 这个狗的价值呢 大概就是七十万元 那么我们先讲第二种情况啊 如果李佳琪 或者公司的钱啊 把这个狗买来啊 比如讲这六条狗 我们花了六万块 注册商标 我们花了十三万块钱啊 大概这六条狗 加十二十万 公司里面啊 那么直播带货的时候啊 把这些狗 可爱的狗就带过去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狗啊 可以记账 那么记什么呢 当然我们就进 叫生物性质账 一旦记到我们上面呢 告诉大家 这个狗啊 还是要执救的 狗是有寿命啊 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狗的寿命是十年的话 那么二十万 每年的执救 两万块钱 这个两万块钱进账以后呢 可以抵扣费用的 可以抵扣税金的 可以少交税 这个呢 我们一开始随自己的知识 大家觉得这整个啊 这不公平啊 这个六条狗是非同小可的 它实际上价值很大的 但我说大的什么什么 你知道吧 李嘉勤他自己讲是吧 我不带狗带我直播 可能充其量 买个一个亿 我担的这个六条狗 跟我同时直播 同样的产品 不是一个亿 是吧 可能可以消失到 一点五万亿到两个亿 所以这个六条狗的价值 哎呀 跟我也差不多 所以呢 你觉得这个 如果狗是二十万的话 我觉得你这个资产被低估了 起码来讲 这个六条狗啊 你要去评估一下 评估 由于这六条狗 跟着我去做那个带户直播以后啊 不带我狗去直播的话 是有差异的 所以这个一评估呢 也可能是什么呀 六条狗 可能是一个亿 五个亿 十个亿 二十个亿 它有什么 它跟其他狗都不一样的 那么告诉你 哪种情况 可以把这些价值 评估是它带进去呢 第一种情况 如果一开始呢 我们的假期啊 买这六条狗是自己 偷腰包 刷支付宝 没有通过公司的账户走 没通过工作室走 买了以后 把这狗调教了 完了以后 然后呢 注册完商标 注册完商标以后 你就带货直播 考量它 它的市场价值多少 考量完了以后 确实大家觉得 这六条狗 能够给它带来很多市场增量 评估一下 陆战啊 这六条狗 可能可以评估是五个亿 十个亿 差异在什么 会计准则里面 有条规定 什么规定呢 商鱼 对商鱼的价值 如果这个商鱼 是市场上购买来的 我们可以 把这商鱼评估入战 进我们公司资产 比如讲 大家知道 华语兄弟 华语兄弟成立以后 来 他再看看 他要去购买一些 有名望的公司 哪一家呢 冯小刚 冯小刚到东亚 注册了一家影视公司 尽管他投资一万块 大家知道 冯小刚有名习 有品牌 有商鱼 一评估 十个亿 一万块钱的本钱 十个亿的购买价 就是 九一九千九百九十九万的商鱼 买来以后 华语兄弟进账 一万块钱的 对外投资 九一九千九百九十九万的商鱼 这个就是 买来的商鱼 路上 那么我们快据准则里面 一条很重要的规定是 自创商鱼是不准路上的 不能评估的 就像我们现在 比如像华为也好 比如像我们现在有很多明星公司 是吧 各地电企业 我们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品牌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公司 把商鱼评估一下 自创评估要路上了 告诉大家 是绝对不允许的 大家知道 这个我们李佳琪 如果这一开始的六条狗 他是用公司自己买的 是用公司的这个钱去支付 商标注册权的 哪怕这六条狗 价值十亿百亿 不能挑战 为什么呢 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当时呢 许家会有家公司 像新华工程 做发电的一些设备 什么的 非常好 结果呢 有一年因为股权机构变化 要增值刻骨 那么小股东说 我就不愿增值刻骨了 我就被稀释掉了 可以啊 但是呢 他说我前期投资的一些厂房啊 我前期投资的一些失败啊 所以我以后稀释了以后呢 我可能封锋就会少了呀 那么能不能在政治刻骨之前呢 我们把这些资产评估一下 把我们品牌评估一下 商业评估一下 是吧 先封给我们这些原有的小股东 按照股权机构比例 封完了以后 再按照新的这个股权比例 大家再投 那就不会把我们老的稀释掉啊 结果大家听听很有道理 就把我们的资产拿去评估了 把我们的商业去评估了 评估完了也入账了 大家觉得没什么事情啊 过了十年以后 当这家新华工程 要卖给一家美国公司 叫美国通用电器 哦 这公司要的很好 是吧 那你账有问题吗 他说我账没有问题啊 我每年都叫快就審计过的 那就是这样吧 通用电器先付了他73%的定金 啊 还有百分之二十 七的钱的算 我再看看你的账也没问题 如果你的账没有问题 我二十七付给你 我拿来账一看 他说你做假账 为什么 你在公司股东没有变化的情况 你评估了你的商业 评估了你的资产 按照我们快据准则来讲 资产商业 而且呢 我们的公司的自己的资产 要按照历史成本原则 不能随便评估 由于这一错误 美国通用电器要下新华工程 索赔几个亿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告诉大家 李佳琪的狗到底是多少钱 这就要看看 当时这个狗是怎么来的 如果来的不是时候几万块钱的 如果来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话 那就是几亿几十亿的问题 所以呢 给大家普及一个会计常识 也就是说 会计理念从来不确认自己创立的商业和品牌的 谢谢大家 谢谢